所以这一点其实我曾经在2003年04年前后去大连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 就是当时大连外来人口很多来旅游消费的 但是把大连物价推高的同时当地人收入并不高 我记得03年04年大连有很多人就在公司里工作一个月 不过就拿一千多块钱两千出头 而当时大连的物价可不低 我就感觉吃多海鲜都死贵死贵 就当地老百姓也确实有一些怨言 就说你看我们招谁惹谁了 我们在这拿着工资并不高 可是由于我们是旅游城是外来人口多 这物价却涨飞了 所以这老百姓事实上等于他自己工资上涨的幅度 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幅度 所以等于当地老百姓在这方面很委屈 他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现在三亚就是典型嘛 当地居民的工资收入那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数 所以就说给每个老百姓发红包 这里有强大的民意支撑 就感觉我们利益受损了 政府应该跟我们补贴 现在买一顿菜呀 至少要三百块钱 还要买水我买什么 一天呢 消费都要一百多块钱一天 那第二个呢 这个事情呢 它在政策上是有根据的 因为就在前几年呢 我们国家发改委和海南省呢 都相继下发了一个 关于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度机制的通知 在这个通知里边呢 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 就是说你当地的这个物价水平 快速上涨的时候 你比方说计算物价 有一个CPI 叫基本消费价格指数 这个CPI呢 要连续涨幅达到3%或者4% 这时候 那么就应该给老百姓物价补贴 那么塞亚呢 第一季度呢 它的物价上涨幅度是3.8% 这CPI指数 就是已经符合了发放物价补贴的 这个